希望这个公司的哪个产品 它的那个销售情形 比如说不同年度的话 是到底是往上还是往下 也可以做个折线图吧 最后的话呢 假设我今天希望做一个折线图 分析一下年度的 是到底趋势往上还是往下 那我们这边可以 第一个呢就是 一样把那个产品 所以分类名称放在列标签 那年度的话呢 放在蓝标签 这应该没问题 那再来的话就是 如果我希望看到是百分比 其实这样百分比看起来就比较清楚 大家有讲过了 就是从那个 就是值的部分呢 设定那个栏位设定里面 把它用加总 另外的话就是总计百分比 让它显示出来 那当然未来 如果说除了加总之外 其实我们有一些是比较少用 但是不代表就是不会用到 像常用的是用那个 加总 另外还有项目个数之外 其实还有平均 如果未来你们还有其他功能 不过理论上 这些后面的那些功能都比较少用 但如果你会用到像什么呢 平均值 或者算最大值 最小值 成绩之类的 那你也可以往下 其实它这边提供给你很 底下好几种功能 像包含统计 可以统计出什么标准差之类的 是比较少用 不过如果当你需要的时候 你也可以把它稍微试试看 那这边我们用加总比较多 那算出来之后 如果我要再加上一个枢纽分析图的话 你可以点选苏纽分析图 那假设你要知道趋势啦 其实趋势的话用直条图跟 像刚刚用过圆饼图 比较无法显示 所以你也可以使用什么 所谓的折线图 那这个折线图里面 比较阳春的是第一个 就是基本折线图 那后面的话 还有所谓的比较进阶像什么 堆叠 甚至百分比 如果你要强的百分比的话 那我是比较喜欢月后面 你越后面感觉越花俏 因为它节点比较多 可以看得出那个变化 所以也许后面的话 也许你可以使用什么 像那个 含有资料标记的堆叠 这个图 或者是前面这一个 这两个其实 含有标记的这个折线图好了 那按个确定之后的话 接下来各位可以看到 它一样马上可以帮我画出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每一年度 它的那个产品销售状况的一个变化 那你会发现从那个折线图里面 其实那个趋势就会比较明朗 如果向上反正 我因为这只有三年 它没办法看出比较大的变化 如果说年度比较多的话 相对的会比较明显 那一样呢我们可以移动图表 到一个新的工作标里面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可以怎么样 把这里面 并且加上什么 加上那个一个标题 上面的话也许在 我在版面配置里面 增加一个所谓的那个标题 那也许我把它放在图片上方 上面的话也许你就打上那个 就是年度的趋势分析 等等的 然后呢 图例部分的话呢 也许我们可以再把这个图例呢 放在那个上方好了 也许这样上方这边可以显示出来 比如每个年度 另外的话呢 也许就是在资料标签上面 假如你希望看得清楚的话 也许你可以把那个里面的资料标签 再加上就是在上面 也许加上什么 加上一些数字吧 把它加上去 上面就会显示出 它每一个数字的百分比是多少 所以刚刚有提过资料标签 这个资料标签的话呢 其实主要就是显示上面那个 它在就是资料表 这个数据分析表里面 显示的数字是多少 它会帮你把它填到 跟图结合在一起 那它提供给我们就是 它放在哪个位置 预设我的习惯是 把它放上面好像比较明显 但未来如果说你放在上面 像这个地方放上面有个问题 就是它好像会重叠啦 所以如果你放在上面不OK的话 你可以再选择摆在其他位置 放在左边 放在右边 我们试一下 放右边 OK 那这样子的话 可能因为图 目前压缩的比较小 因为我解析度呢 把它放的比较小一点点 也许可以再把它放大 稍微看一下 这个是资料标签部分 那其他的话还包含就是说 你那个坐标轴标题 像我们刚刚呢 也有加上一个坐标轴的那个就是标题 那我们可以在哪里呢 比如说水平要不要加一个 比如说水平部分的话 你如果要加标题的话 这边有水平标题 那下方 这边就会出现 我跟这样 这个是垂直坐标轴的标题 如果要删掉按Delete就可以 你可以在坐标轴上面呢 加上一个所谓的那个 水平坐标轴要不要加 加在哪里 它可以加在下方 这个地方可以多一个就是 水平坐标轴加上它的下面 所以加了之后 下面就会有个标题 这个标题也许就是 像什么分类名称之类的 也许你可以在这上面打字 我把标题给加上去 垂直下方 这下面就出现了 另外的话如果说 我们刚刚有一题是人数 你也可以 那个部分叫做 坐标轴标题的 主坐标轴 那基本上是放在哪里 放在垂直这里 另外还有个旋转 旋转什么意思呢 它虽然是垂直的 可是它的字是 旋转意思说 你的头要旋转主持度 意思是说它的字是这样子 当然一般不是很OK 因为像这样子 你变成说那个字 你有时候头要歪 90度才能看到那个效果不好 所以通常还是用垂直做 垂直标题会比较OK 所以这边的话呢 你可以再把这个垂直标题给加上去 也许这边可以再输入 那个名称 也许这边的话是哪个年度 也许年度部分把字打上去 那再来就是其他的话 包含就是说我们的那个坐标轴 你要不要再显示那个坐标轴等等的 那另外就是说呢 其他包含就隔线 隔线部分的话呢 我们前面就讲到有关那个水平的隔线 主要跟次要要不要同时写 那预设好像只有水平的隔线会出现 那次要的隔线好像不会出现 所以我们如果主要次要都出现的话 那你可以点选这个主要次要都出现 那如果垂直的也要的话 这边就垂直的主要跟次要 假设都出现的话 不过主要跟次要都出现的话 那他就会有帮你画纵线的那个主要跟次要出现 那其他的话就是说再加上那个绘图区 那前面当然我们预设当然是他自动帮我填 可是如果说我今天希望呢 填上的是单一个颜色的话 不过通常单一个颜色一定要很浅 不然的话你会发现 如果今天填一个比较深的颜色 像这个蓝色的话 看起来就会太深了 那所以这边的话单一个颜色的话 顶多也许填一个比较浅的 看起来还OK 或者是说我们前面有用过那个渐层的颜色 渐层颜色大概你有几种做法 用那个预设的 前面我们用过那个黎明 不过黎明之外 你可以试试看一下小麦 这个你会发现他调的 可以还蛮 蛮不错了 但是他除了给你预设的之外 他也提供给你让你调整的空间 所以底下你会发现 哪个地方可以稍微调一下 可以让这个后面的渐层 有一些其他的变化 所以这部分你们也可以花一点时间 假设未来你希望调整出你比较喜欢的 像这个颜色如果太深太浅 甚至你也可以再做一些其他的变化 或者哪个节点可以换个颜色 比如这边换个黄色 那有时候图表也不要太花俏了 反而宣兵夺主 本来应该是看图 结果反而发现那个背景图 做的实在太花俏了 就最后只看背景而已 OK那这边把它把它换一个比较浅一点的颜色 把它加上去这样就OK了 然后其他的色彩部分稍微修改 其他当然除了可以用渐层之外 我们前面还用涂样 涂样部分的话就比较简单 比如说他后面可以做一些网底的效果 那这个会比较素牙一点 就是在背后加一点东西 其他的话还有像什么趋势分析 这线性你也可以再加上其他的 甚至你也可以针对那个图里面 可以再增加一些线段等等的 那请各位也许试试看 把那个20就是年度部分的再加一个 针对刚刚的那个阻挡部分 加上那个就是每一个产品 它的趋势分析 试试看哦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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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